有很多夫妻都觉得 她们的婚姻没有新鲜感 好像放进冰箱一样 变得很冷淡 食材就说要放进冰箱 保持新鲜而已 婚姻怎么可以的 我的私房菜 就是要帮她们将婚姻 由冰箱拿出来解冻 哇 这个是这个 时间过得真的快 Bobo和Chris第一集就说 摆酒结婚 今天他们的子女已经这么大了 一起重温之前的片段吧 接下来是怎样 今天他们两夫妻会来这里撑桌脚 看不就知道 好玩啊 变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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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变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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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快点 变快点 我们去拿蛋糕了 这样撑桌脚更得了的 好 音乐 蜡烛 灯锅 哇 好像发起了 哇 好玩啊 好好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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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爹尼 妈咪这样的 你两夫妻真是恩爱 坐在对面都要WhatsApp对方的 好玩啊 你还玩吗 我还要做小孩吗 你还要做小孩吗 情趣做小孩 好了, 開餐了 二童餐 I love it 其實你們都愛的 二童餐 我是說其實你們都愛對方 那為什麼不可以開放自己 保持同心未敏的心 一起和對方 找回新鮮感呢 媽媽要學我 爸爸就要學我 又或者學她也可以 兩夫妻想保持新鮮感 就一定要合作 一起烹調婚姻生活 記得嗎?拍拖的時候 你們會去戲院看戲 結婚之後就更加要去 兩夫妻約定每個月的某一日 是拍拖movie night 如果有子女的話 兩夫妻就多些一起和子女 分享自己的童年趣事 在當中也找機會 和另一半重溫她的童年趣事 例如老婆小時候家裡不可以吃雪糕 老公就安排一晚雪糕放題 又例如老公很喜歡看蒙面超人 老婆就安排一晚 薄餅外賣 一起看新版蒙面超人 以上都只是一些保持新鮮感的方法 給大家參考一下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好了,你不用做小鮮肉了 那你也不用做小鮮肉了 一起做個大小鮮肉就可以了 一起做個大小鮮肉就可以了